据新黄网时2月26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表示 俄罗斯当天早上成功试射告石高超音速导弹 告石是俄罗斯第一种海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可从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 最大射程1000公里 最大巡航时速1万公里 战斗部重量可达400公斤 能够摧毁所有类型的水面舰艇和地面目标 而且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防空导弹系统 能够拦截如此高速的导弹 普京曾多次赞成告石导弹的领先程度 承诺该导弹将在列装俄军后 直接进入战备值班状态 外界预计该导弹将于2022年起向俄军交付 目前俄欧边境局势愈发紧张 冲突一触即发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26日表示 最近发射的俄罗斯告石高超音速导弹 可能会使俄罗斯对西方的外交召会更令人信服 早前俄罗斯曾召会美国及北约 要求对方保证北约将不再通过 佩斯科夫表示 俄方绝对不会容忍第二次谈判的选项 俄罗斯需要就符合该国利益的安全保障 做出快速而具体的决定 我现在会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并对我们正在等待的磋商寄予希望 一期见 嗯 一期见 也许